马来西亚在509变天之后 政治版图更迭不断 老牌政党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在野党的巫统 在召开代表大会前夕迎来资深领袖出走朝 拥有超过40年党龄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前任部长 纳杜斯林·穆斯达法 星期二抛出了震撼弹 透露自己从509大选开始 就观察国内的政治动向 他认为巫统已经乖离了包容和中庸的原则 越来越难挽回人民的信任 因此忍痛和巫统分道扬镳 穆斯达法言下之意 就是抗议巫统主席阿末扎西和伊斯兰党越走越近 没来引去也就算了 他还破天荒地出席伊党代表大会 穆斯达法的看法也获得巫统青年团前团长凯里的附和 凯里在消息传开之后公开炮轰阿末扎西 只穆斯达法出走就等同于巫统失去了导航灯 他还直接把责任算在了阿末扎西的头上 穆斯达法打响第一枪不到24个小时 外交部前任部长阿尼法也宣布退出巫统 并且已经把退党信函交到了巫统总部 无论如何阿尼法并没有透露退党的原因 巫统在一天之内就接连失去了两名资深领袖 网络媒体当今大马还引述消息指 巫统前任副主席拿督斯里西山穆丁 星期二在布城和首相敦马哈迪密谈了两个小时 引起了外界诸多揣测 这位巫统创党人拿督温热化的孙儿 会不会抛开家族的包袱 离开巫统成为当下最大的焦点